一般做完手術後 我們會將腹腔階段分為五個階段 頭四個星期 我們物理治療師會集中 幫他控制他的蟲腫、血痛這些問題 因為這些是手術後正常出現的狀況 例如我們會幫他敷冰 也會用其他手法治療 去幫他控制他的痛症 去到第二個階段 當他的痛和腫比較受到控制之後 我們會開始做一些肌肉強化的訓練 體能和肌肉萎縮的情況有改善之後 就會進入第三階段 訓練本體感覺和膝蓋穩定性 運動員可以開始跑步的時候 我們除了要求運動員 可以向前跑直線跑 亦希望慢慢加入轉彎的元素 他們可以沿著兩處高筒 跑八字, 只有一個相對大的圈 慢慢熟習轉彎的情況 而運動員單腳站上平衡站時 會令下身很不穩定 要靠屯部肌肉法力 和下肢各個關節協調才可以平衡 配合足球元素訓練 就可以增強膝頭穩定性 以及整體協調能力 在第四階段, 難度亦慢慢增加 希望提升運動員的耐力 先加入速度梯 訓練運動員步伐的靈敏度和速度 以應付將來激烈的比賽 另外, 又會慢慢加強運動員的爆發力 我們會要求運動員做一個雙腳起跳 連續跳四至五下 這個運動可以訓練到 足球員下身的爆發性能力 可以幫助他們跳、起動的能力更好 最後就是第五階段 運動員和拍檔要一起向前跑 然後橫移跳起 碰到對方肩膀後再落地 以預備運動場上比賽時要面對的碰撞 我們會很強調他落地的時候 他的膝頭、觸懷關節和風暴 要成一條直線 不可以有耐返的情況 盡量減低他再受傷的風險 志編男女星期日10時至11時 有線財經資訊台